真的是大乌龙 今年全国高中技艺竞赛 爆发商业类中餐烹饪 职种的学科试题 污用到了去年的试题 而且真的是一模一样 题目一字不差 就连排序都是一样的 现在被抓包 有学生还有家长直呼 真的是不公平 而初音老师也坦承了 自己是拉错档案 才会导致 今年的试题跟去年一样 那么现在需要重考吗 准备单位评估之后认为 学生应该都看过了考古题 没有所谓不公平的疑虑 因此执意还是以失策的结果 作为这次竞赛的学科成绩 用心准备就是为了在这一场 全国高中技艺竞赛中脱颖而出 获得夹击替自己的升学管道加分 新美市东海高中 学生表现优异上台领奖 接受表扬 但却爆发今年商业类中餐烹饪 职种的学科试题 勿用去年试卷 考题跟去年的一模一样 摊开两份考试券真的没有看错 两者唯一差别只有学年不同而已 50题的选择题 不只题目一字不查的复制贴上 就连排序也都一样 从来没有遇过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中大输师 既有保送这个部分 应该要重考或不考 承认输师中餐烹饪 职种总招也就是出题老师 谈成自己是拉错档案 导致今年试题跟去年相同 而事发当晚 委员会也召开应变小组会议 决定不需要重考 因为学科成绩仅占20% 学生应该也都看过考古题 没有所谓不公平的疑虑 因此决议还是以失策结果 作为这一次竞赛的学科成绩 试题误用到这个去年的题目 这个确实是一个行政上 我们应该来做一个检讨的措施 专案的小组 来了解相关的细节 重要考试却出现这样的疏失 出错环节还有把关机制 得深刻检讨 解台北综合报道